我是麦克斯 一觉醒来身体缩短了一百倍 这片看似祥和之地 却发生了蹊跷事件 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缩小 请持续关注手游酷玩 我们一同揭开禁闭求生的秘密 我打 我射 全力开火 我去 这武器怎么不打了 竟然坏了 我靠 这神兵耐久都不行 我们回去用乌鸦羽毛 加构一下 还得用到蜘蛛丝 咱们建一个纺车 稍等片刻 好了 把乌鸦羽毛放在弩上 咱们大锤搞定修复 好 嗯 竟然没修复成功 这个东西也太坑了吧 狂打几轮就坏掉了 你伤害高是真高啊 但这续航嘛 就太差了 真是昙花一现呐 这武器应该还可以升级 只是没有头绪啊 遇事不绝 汉堡小哥 咱们去找狗头军师问一问 喂狗头 呃不是 那个汉堡小哥 咱们这地区有升级装备用的东西吗 你想听吗 想啊 听完你信吗 你说我就信 交两千吃山吧 哎你这不是趁火打结吗 呃 没有智商 我想不起来 快快充值吧 经过全方位打探 咱们实在有两种石头 可以打磨给装备升级 之前在河边看到不少 赶紧去挖 快跑 咱们拿出铁锹 疯狂挖土 终极神装 即将出炉 锻造炉子家中起 恩多材料围上来 开始修复升级 开 福 呃 我的妈呀 这啥情况啊 不是说两种矿石 一个白的 一个红的 咱们这个红的 呃 我靠 是黏土 挖错矿了 挖错矿了 二级矿工名誉没了 为了挽回咱们二级矿工的名誉 拿上咱们的二级锤子 重回蚂蚁洞穴 白色矿石 红色矿石 再来狂风一般的疯狂扫荡 我去 累死我了 咱们已经拿不起锤子了 这蚂蚁洞穴 这是宝地 遗物装备在这拿 升级材料在这取啊 冷了进洞必封 饿了进来吃果 没可惜 就是不能在这建造 这要是能建造 我就是蚂蚁大王 饿死了 过去 一个不留神 竟然又饿死了 回来补充体力 用工作台把矿石 都磨成磨刀石 来到锻造台 升级装备 最后 我们的乌鸦弩 升级 获得成就 黄金矿工